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美麗頒獎的頻道 各位如果有留意我的影片的話,應該發現自從井之浩被淘汰一集之後 我已經沒有拍中年好星音二的影片了 我是有看,不過我不拍片而已 之後中年好星音二和星母合唱,我覺得年紀差太遠了 我完全沒有心機說,所以我也是沒有拍的 到今天是中年好星音二的決賽,我覺得可以靠猜猜猜賽果出來 大家如果有看上年的中年好星音,就知道決賽是六個參賽者 為什麼中年好星音二就變成七位參賽者決賽呢? 在這個比賽一開始的時候,大家都知道男參賽者的實力是比女參賽者高的 所以在這個比賽的初期,無線盡量都是留女參賽者 男的,如果是年紀大的,很早就已經淘汰了 在去年中年好星音的決賽,有兩位女參賽者 就是李佳和龍亭 所以我猜無線都上中年好星音二的決賽,都有兩位女參賽者 而在這麼多位女參賽者當中,安娜希和陳宇飛的實力是最高的 所以她們兩個入到決賽,我覺得一早已經是劇本 而為什麼要在中年好星音二的決賽,給五位男參賽者入 而不是給四位呢?因為每一位都有個角色要擔當的 大家記不記得中年好星音二海選的時候 我們看到有些參賽者是有直播的 七位入到決賽的參賽者,其中有五位的海選是有直播的 這麼巧的?大家不要那麼天真啦,這些東西當然是安排好的 而這五位海選有直播的參賽者 就是古卓文,顏米糕,黃建文,陳如飛,沈忠賢 三次海選的直播片,我都見不到譚輝志的 會不會是因為我自己體漏呢?我就不敢說 不過,總之以我印象中,她的海選應該是沒有直播 而安排希的海選我肯定是沒有直播的 為什麼?因為我和她是同一批又去黑訪海選的 我唱完之後,安排希還衝過來跟我說 你唱得很好啊!但結果我都入不到108強了 我們言歸正傳,在決賽裡需要有兩位女參賽者 為什麼無戰要擺五位男參賽者呢?我們逐個說說 第一個,古卓文,膽來的啦 譚輝志,她表現這麼好,又拿了這麼多對筷子 那當然也給她入決賽啦 顏米糕,一直拿這麼高分,當然她也是膽來的啦 黃建文,反而我就覺得,她最後也拿回一支MVP 算是拿個比賽啦 而在這個比賽,去到決賽 唯一一位海外的參賽者,就是沈忠賢 馬來西亞的人口在香港的幾倍 馬來西亞這個市場,TVB很體重的 所以,其實無線可以將中年好聲音二一決賽 定為六個參賽者,但她為什麼要七個參賽者呢? 就是每一個人她都想要,亦都想要馬來西亞這個市場 我估計,中年好聲音二一計分方法 和去年都是一樣的 即是,好像很公平一樣,將最高最低的分剔除 然後將剩下的分數,拿個平均數 但是,第一季的時候,當我看到所有評審都給十九分 那我就知道什麼事了 所以,今屆我相信都是這樣 決賽的第一個回合是唱快歌 不過,我相信到時有幾位會獲得九十幾分 無論在中間或兩個回合後才公佈 觀眾投票的獎都不會影響賽果 因為在觀眾投票獲得最高分的有二十分 如果低她的名字就獲得十九分 再低的名字是十八分,即是相差一分 無論唱成怎樣,評審總有她的理由去讚你或彈你 我是有很多陰謀論的 現在,我就跟大家講下 我估計七位參賽者的名詞 中年好聲音二,靚靚班長靠鼓名單 我估計第七名就是… 沈忠賢 因為我相信沈忠賢都沒有想過自己可以入到決賽 由海選到決賽,經歷了七八個月的時間 其實,以一個在海藥的參賽者來說 她的負擔都是很大的 在我的印象中,沈忠賢是一個重炮手 即是說,那些要喊的歌是沒問題的 但是,感情都是要收,要放 這樣才能顯得出輕重 我也希望她在這方面可以做好些 我估計的第六名,就是… 陳如飛 一直以來,我們都認為陳如飛是很hyper 即是自己唱歌時情緒十分高漲 但其實,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歌聲令觀眾的情緒高漲 只是你自己high是沒用的 我希望她在決賽時可以表現好些 我估計的第五名就是… 黃建文 我的黃建文是第五名,為甚麼呢? 因為我覺得她的聲音是很漂亮,唱歌是很好聽 但我覺得她還未走出她的一個框框 仍然都可能是拿著結他,又或者一塊木的站著 但無線是需要一個聲,是很有聲味的藝人 我也希望黃建文在決賽時,讓我們看到她的聲味 我估計的第四名就是… 顏米糕 我估計顏米糕是第四名,有幾個原因的 包括就是她的唱功,一向都在揭絲底里 她的聲音都不夠好,有進步空間 但最重要的就是近來她有些負面的緋聞 我好像不喜歡這些東西的 有報導說她的粉絲用按摩券去買一些選票 也有報導說她的粉絲是用錢請回來的 以上加加慢賣,我覺得她會跌出三甲 我估計的第三名就是… 安娜希 我估計安娜希第三名 因為其實由海選之後直到這麼多集 聽到她唱這麼多首歌 她有一些歌,適合她的歌腦的話她唱得好 但一些不適合她的歌腦的話 其實她並不是唱得那麼好 只不過我每次評審都給她很高分 你一向會覺得很奇怪 我這樣說,為什麼我會給她第三呢? 因為這個時間,陰謀論就會出現了 由海選開始,母選一直都要維持男女有適當的比例 所以,冠亞貴這三名次 怎麼會被男參賽者拿完呢? 怎麼都會有一名是被女參賽者的 所以,我就會猜安娜希得到第三名 我估計的第二名就是… 譚輝智 我估計譚輝智是第二名,可能你們都不認同我的 決賽的第一回合會唱快歌 快歌會配些什麼?就是舞蹈 我覺得譚輝智和古卓文的舞技不是同一水平 所以我覺得在快歌這一部分,古卓文的分數可以拋離譚輝智 在慢歌這一部分,譚輝智的唱功可能會佔優 上年,中年好聲音第一屆 在唱完快歌、慢歌之後 只是選兩位參賽者入最後一回合 那麼今年,究竟是找兩位 還是找三位參賽者入最後一回合呢? 我們在這一刻是不知道的 不過估計應該是三個,因為有七個人 也說要決出冠亞季 我估計是最後三個 入到最後一回合的參賽者 他們要唱一首必殺歌 但那首歌是未公佈的,我們是不知道的 我就覺得,在劇本裡 最初根本就沒有譚輝智這個人 譚輝智在石頭爆出來的 等於上年的理解 所以,比第二句差不多了 我猜,第一名冠軍就是…… 猜卓文 對呀,我猜猜卓文是拿到冠軍,巨星呀 為什麼我會這樣猜呢? 因為大家一直比賽以來 大家都看到他的分數 一向都是很高 也拿過筷子的 無線搞這個中年好聲音二的比賽 真是被中年人追猛? 別這麼天真呀 無線是想在這個比賽 找多些星出來 讓他可以接多些job組 古卓文唱得又跳得 和大家不要忘記 在記者招待會,古卓文是站C位的 所以,我估計中年好聲音二的冠軍就是古卓文 各位,我以上全部都是靠猜的 究竟我猜不猜中呢?今晚就會知道 今晚看完之後,我會再跟大家說說我的感受 今集的量就到這裡,多謝大家收看 這條片是用新的剪片工具,剪影來剪的 如果大家有什麼意見的話,歡迎留言給我 我們下條片再見,拜拜!